你好,我是Will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张最近在外网很火的图 甚至有很多人都说它是搞钱神图 那为什么还会火呢? 因为啊,很多行业内部的人 说它是对经济周期的神预言 每一个时间点都太准了 如果你最近几年感觉日子不好过 钱很难赚,甚至还有失业,降薪 或者你总感觉整个大环境不好 投资一直都在亏钱 那我建议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张图啊 这张图是在1872年 一个叫做George Trigg的人发明的 看起来也很好理解啊 它把经济周期分成了ABC三个类型 分别代表了三种年份 A是恐慌发生的年份 B是繁荣的年份 C则是经济最艰难的年份 而且不只是分类那么简单啊 按照图上说的 不管你是要创业赚钱还是投资 只需要在C的年份进场 B的年份出场就对了 如果你能抓住从C到B的这个阶段 通过资产价格飙升 你就能轻松赚到钱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美国房价在经历2011年的下跌后 一进入新一流的繁荣区间 也就是从C点到B点 平均房价就从63万一路狂飙到接近100万 换句话说 在经济上升的周期内 就会诞生一大波吃红利的人 我们就拿离我们最近的几年来看啊 图中显示 2007年是巅峰 2012是低股 2016是防荣期 2019是恐慌发生的年份 2023跌到最差 直到2026将会再次回到防荣的高点 那你觉得准吗 这算不算预言成功是一回事啊 但这里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那就是经济总是以周期的样子 不断出现在我们面前 萧条、回升、防荣、衰退 然后又重新进入萧条 那么我们最渴望的红利期是什么时候 如何知道这个时间节点有没有到来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从中预测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 从而提早布局 抓住积累财富的机会吗 这一期的影片有点干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欢迎你先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富人圈里的资讯 让你用10分钟就能快速吸收财商思维 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 就算再忙 也能跟上有钱人脚步 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 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是10到20年 而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时间点是在哪里呢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时刻恰恰是当所有人感觉最良好的时候 也就是经济最繁荣 股价飙升的时候 因为危机往往就潜伏在市场最狂热的时刻 就像是2021年疫情过后 对美国来说这是目前为止最为狂热 同时也是最传奇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美国股票市场一次次的打破纪录 流入股市的资金从有史以来首次突破百亿美元 标普500指数创下了70次新高 苹果、微软、谷歌全都冲上了2亿美元的市值 而马斯克创立的特斯拉也在年底达到1.3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 更不用说房地产了 那是赚的盆满钵满 甚至是所有行业里面增长最快的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美国摆脱疫情的阴影 经济复苏的开始 但他们却不知道 这同时也是暴风雨的前夕 2023年3月 美国硅谷银行宣布倒闭 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第二大银行倒闭案 同时也是美国史上第三大银行倒闭案 在这之后 美国三家大银行陆续宣布破产 银行业的危机蔓延到欧洲 其中全球十大系统性银行瑞士信贷也爆雷了 同一时间 美国股市经历着2008年以来最糟糕的表现 苹果市值比2021的第一个交易日 蒸发了1万亿美元 美国房价出现10年内的首次下跌 从2021年到2023年3月 仅仅只是15个月 从空前繁荣到金融危机 所有人以为的开始其实是巅峰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金融危机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卷土重来呢? 为什么明明知道会卷土重来 但大多数的人还是躲不掉呢? 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市场的动荡 而市场的背后其实是人性 是人性中的贪婪 即使我们明明知道它很有可能会发生 也仍然是躲不开 我们可以想象啊 在大环境大好的情况下 借钱炒股赚了 贷款买房赚了 有多少人会收手 跟自己说 我赚够了 99%的人都不会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会拒绝明明有钱赚而不赚的诱惑 这就像是小孩头一次尝到糖果的美味以后 你要它停止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而经济周期所指的 就是这种小孩吃到糖果以后的贪婪 明明知道会蛀牙 却依然停不下来 两年前的经济周期疯狂飙升 正是因为银行的低利率和美联储的印钱放水 简单来说啊 就是贷款很容易 利息低、门槛低 借钱来做投资也是家常便饭 比如借100块钱 最后年本贷利还回去 可能都不到101块 这就是低利率所带来的作用 为的是刺激我们人去借钱消费和投资 同时 这种非常宽松的借贷环境 也会让资产价格一路上升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最明显的就是房价了 因为房子它是最具备金融属性的 也是最简单的金融商品 假如说你付一个20%的首付 那么以租养贷 最后会至少有3-5倍的利润 所以也可以说 只要你贷款买房 基本上就是赚钱 而这几乎就是一个普通人能用上的最大杠杆了 好了 你看到房地产这么赚钱 这个时候又这么巧 你手上有一笔闲置资金 你会怎么做 你会存在银行吗 当然不会 利率这么低 傻子都知道放银行还不够抵消通胀的 那怎么办呢 当然是毫不犹豫的把资金用来投资房子啦 所以 房容的房地产 又会吸引到一批所谓的投资者 或者又叫炒房客 到目前为止大家会发现 所有身处在这个环境的投资者都非常乐观 杠杆越加越大 钱越借越多 债务越滚越大 但是 谁又会认为这是负债呢 那些可都是升值中的资产啊 只要等个几年 我们就可以翻身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啊 但前提是 房价会一直升 带了款可以赚钱 人们就会一直贷款下去 但是 一旦贷款变成债务 那么这个泡沫就会被戳破 也就是不管国家怎么刺激怎么印钱 我都买不起资产 都还不起贷款的时候 这个市场的资金就会断裂 房容的泡沫就会破裂 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最近我又重看了大空投这部电影啊 其实我都会重看一部电影两三次 尤其是金融题材的电影 我是真的细细品尝 其中的内涵是我看一遍体会不到的 通常看到第二遍或是第三遍 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而我也很享受这个启发我的过程 在大空投里的金融危机 说的就是08年发生的真实事件 这又一次印证了Joyce Trade的预言 07年是巅峰 却也是噩梦的开始 而在泡沫被戳破前 市场可以说是一片惺惺向荣 银行有一些大聪明 把房子包装成一个金融产品 让原本买不起房子的这些人 变成了好几间房子的拥有者 那时候啊 谁都可以跟银行贷款 清洁工可以借钱 超商员工可以借钱 乞丐可以借钱 甚至是一个拖鱼五娘 名下都会有五六套房子 所有人都在买买买 也不管能不能还得起贷款 反正房价一直升 时间一到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直接变成一个同时拥有好几间资产的人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吗 但资金断裂 不管政府怎么印钱怎么刺激市场 人民都还不起贷款的时候 泡沫就会破裂 于是 一直以来隐藏的危机全面爆发 所以 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必然的 因为当我们身处在一个资产价格 不断飙升的环境里 没有人会想要离开这片乐园 最终 就好像温水煮青蛙 想逃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 这意味着身为普通人的我们只能坐以待币吗 只能被温水慢慢煮开吗 比如现在很多人担心的 美国银行倒闭潮 中国房地产接二连三的爆雷 直到最近的英国第二大城市宣布破产 这些种种种种的金融危机 是否会波及到我们 我们的财富是否会被影响 因而缩水呢 我们看中的房子是涨还是跌 现在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吗 难道2023年真的是见底的一年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都可以从两个数据里面找到 那就是GDP和利率 首先是GDP啊 GDP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是经济活动中所产出的全部最终成果的市场价值 比如说一块布的成本是50块钱 你做成了衣服150块钱卖出去 那么你就生产了100块钱的价值 而全国加起来所生产的总价值 就等于一个国家的GDP GDP必须每年保持增速 我们的经济才会成长 而利率是只借款人 需向他所借的钱所支付的代价 你可以理解为借钱的利息 存入银行的利息高 你就更愿意存钱 而存入银行的利息低 你就会去找其他的代替方案 来让你的钱滚出更多的钱 所以也可以说 一个国家的利率怎么用 通常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比如说前两年的疫情 所有人都被逼在家不能出去 连续一整年的时间GDP都是下跌 经济下滑严重 为了刺激人民消费 推动经济 美联储开始连续降息 下调利率 加上疯狂放水 所有人都会想 那钱放在银行也没什么利息 而且外面贷款利息也低 这样就会刺激更多人出去消费 或是投资其他项目 像是房地产和股票 所以2021年我们可以看到 房市和股市这两大市场一片繁荣 一度创下历史最高点 而当我们把GDP和利率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比较 我们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总是被离的 利率下调的时候GDP就会上升 而利率上升GDP就会下跌 有人会问既然低利率能够刺激经济 那为什么不一直保持在低利率就好呢 为什么还要升息啊 那是因为低利率虽然会刺激经济 但同时也会导致通胀 而通胀又会引发更大的金融风险 由于很多人更倾向于借钱也不愿意储蓄 市场上的热钱就多了 消费也多了 商品价格自然就会被推高 如果一直维持低利率 商品就会无上限的被推高 这会影响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啊 所以为了控制通胀 即使知道会影响经济 美联储也依然要强行加息 而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信号 就是当利率下调 GDP依然持续下滑的时刻 也就是不管你怎么吃鸡 怎么下调利率 GDP也无法增速上升 这个时候就预示着 金融危机快要降临了 而根据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2022的GDP增速是2.1 比2021的5.9%下跌了超过一半 但这只能说明了美国处于衰退 还不是真正的危机 这还要看今年出来的数据 如果2023年最后出来的数字是持续下跌 那么金融风暴将很可能随时爆发 这也跟一开始Joss III那张预言图一样 2023年很有可能是最艰难的一年 经济将在这两年跌落谷底 一直到2026才会回到巅峰 相信有人看完了以后会问 这真的准吗 会不会只是一种巧合呢 其实我们可以完全用科学来解释 而所有的事情其实也都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万物皆周期 每一件事情的背后 其实都隐藏着一种规律 要不要买房 能不能创业 股票要经常抄底吗 这些全都是跟着周期去走的 还记得吗 周期的背后隐藏的是人性 我们一生中总会经历这几个阶段 在痛苦中挣扎 努力打拼 好不容易成功了 就会开始自满 骄傲 甚至是做一些傻事 导致自己跌落谷底 然后吸取教训了 又重新出发 而所谓的经济周期 只不过是围绕人性 所刻画出来的 萧条 回升 房容 衰退 最后又回到房容 当你了解了周期里面真正的规律 你就会知道 在萧条到回升的这个阶段 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逆风翻盘的时间点 而买房 创业 投资 赚钱 这些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去做 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所以啊 人生在世 除了自身努力之外 我们还要懂得顺势而为 我们无法改变周期 但我们可以顺应周期 在对的时间点做对的事 绝大多数的人只要赶上这么一次的经济周期 就已经有机会可以改变命运了 那么最后也要在这里公布一下 我们的青日产线上培训 马上就要迎来大更新了 如果你还没上过 但同时又想要扩大你的事业 甚至想要通过互联网扩大你的收入的话 记得马上去报名我做了这个免费培训啊 报名链接我会放在影片的描述案里哦 里面的干货很多 对想要创业或是扩大生意的朋友 绝对会带来很大的帮助的 尤其是当经济跌落谷底 准备往上的这个周期 如果你懂得利用互联网杠杆 你就有机会在短时间内积累好几倍的财富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带给你点价值的话 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把这个价值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 如果你喜欢创业赚钱和财商思维的话题 也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们创建这个频道的目的 就是希望透过分享高价值的内容 帮助你打开格局 打破贫穷思维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Will 富人俱乐部 我们下个礼拜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